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这个同事杨律师 今天讲从中国医生办理国家利益豁免取得批准的案例 那么从最近开始我们会讲解一系列我们新闻名律所最近取得批准的绿卡案例 尤其是杰出人才和国家利益豁免的,也会有其他类型的 包括职业移民、亲属移民,给大家讲解最近的一些重点注意事项 大家可以参照这些案例来更好的规划准备自己的绿卡申请 好,杨律师请你介绍一下这个申请人他的背景情况是怎么样的 好的,谢谢蔡律师 那么我们知道从中国申请NIW和EB1A的人群里面 医生是一个占的比例也比较大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常见的都是西医的医生 比方说在癌症研究,在心脏病研究这些方面有一些成就的这样的医生 我们为他准备了NIW或者EB1A的申请获得了批准 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是一位中医医师 他的主页是针灸 那么这位申请人他在北京的一家小诊所行医 那么自己本身是针灸一个流派的传人 有一些中文的文章发表 也有几篇关于他的媒体报道 那么这个申请的难点是在什么地方呢 像我刚才提到的一般的西医 那么做像癌症研究呀,心脏病研究呀 这就非常容易的能够跟美国的国家利益做联系 因为这些方面都是美国社会现在面临的健康方面的问题 而作为这个中医师,特别是针灸 那么这方面就要另辟习近了 我们通过跟这个申请人做讨论 将来要做的工作定位到了用针灸来解决慢性疼痛的问题 然后我们从美国国家卫生医院的网站上面 找到了一些关于针灸能够缓解慢性疼痛的一些描述 然后在申请里面做了引用 然后成功地说服了移民官 这位申请人的这个工作 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是有帮助的 能够帮助很多有慢性疼痛的美国人 在西医这个治疗方式之外 也可以获得传统中医这样的治疗方式的一个解决方案 好的,谢谢杨律师的介绍 讲得很详细 那我在这里注意到了几点很有趣的地方 值得其他的申请人参考借鉴 比如说首先讲到这位申请人是从中国直接办理国家利益豁免 绿卡取得批准的 就是说有的申请人人在中国 有的人甚至从来没有到过美国 像这样他也是可以取得绿卡批准的 另外这位申请人他是在医疗健康这个领域的是吧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过去几个月以来对吧 那在中国这个医生的待遇生活是吧 又发生了一些有的变化 那么更多的人呢可能他也会考虑说除了医患矛盾以外 又有新的需要担心的更多的这些事情可能会考虑呢 要到移民美国 但是呢我原来听说呢有一些医生吧 专业做得很好 但是呢他做的主要是临床 对吧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科研像这样 那所以呢这一点呢是他申请绿卡的一个障碍 比如说有的人没有那么多文章 没有那么多的引用 刚才呢你简单提到了这位申请人的背景 能不能再介绍一下 比如说是否一定要有国际期刊的论文啊 要有很多的论文发表引用啊 学术专业方面要有怎样的背景有利于批准呢 好的那么实际上以这位客户为例 他并没有国际期刊的文章发表 他只有几篇中文文章的论文发表 引用也非常少 他也没有其他的国际会议啊 或者是审考的经历 那么其实我觉得啊 如果是把医生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来对待 那么反而对于这个美国移民局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申请的种类 所以他们反而没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实际上如果你在就是日常的这个行医方面 有一些比较独特的成就 比方说参加一些clinical trial这样的实验 然后开发了一些治疗的方案比较成功 那么实际上这个是更加有利于批准的 好的谢谢 对那我原来听说呢 中国的一个说法叫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那意思什么呢 现在你除了说在这个纸上有这个论文啊 引用啊 更多呢 看有什么实践的作用 对吧 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 比如说慢性疼痛 大家知道呢 美国过去有所谓说药物的滥用 这一定程度上也都是因为疼痛的问题 所以呢 那刚才杨立学讲到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怎样把个人的工作和美国国家利益结合起来 有的人呢 觉得说哎呀 这个理工科基础科学的研究比较容易 那我如果做的是其他方面的 比如说文艺类的体育类的或者商业类的 能不能结合起来呢 印象中这个也是可以的 是吧 请杨律师介绍一下 比如说其他类型的 尤其是根据一些案例 有没有这样的NIWEB1批准的类型 好的 这样的案例也是很多的 比方说商业背景的申请人 那么怎么跟美国国家利益做联系呢 比方说这位申请人在商业上有比较大的成就 那么他将来会在美国投资 那么建立一家公司 准备在未来几年里面 投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 将要提供非常多的雇佣的机会 那么这也是满足这个NIWE 尤其是NIWEB1最新的判例里面的 所提到的条件的 另外像艺术类的那么我们也为很多艺术类的这个申请人获得NIWEB1批准 那么他们的工作跟美国国家利益的联系主要是从这个文化交流 以及促进这个社会多元化的发展方面来入手的 是的 谢谢 那我想到杨律师和我一起呢 我们曾经为很多啊 这个不同背景的申请人取得了杰出人才和国家利益豁免 绿卡的批准 包括有小提琴演奏家 有歌手 有棋手 有化妆师 设计师 收藏家 当然也有很多商业类的人士 有体育教练等等啊 所以呢 行行出状元 从这方面呢 不仅仅需要是理工科的人才 各行各业 只要有足够的成果也都可以 那美国的移民呢 我们知道和很多其他国家的呢 有一些区别 有的时候呢 不光是打分制 尤其是存在这个杰出人才和国家利益豁免这个类别 用古话说呢 叫不用叫有备之财啊 财产的财 那更看重叫无备之财啊 就是这个才华才学这个才啊 对吧 那么介绍一下我们自己的情况 对吧 记得呢 杨律师能不能再回想一下你自己的情况 嗯 我是通过EBYA获得的绿卡 实际上 我的情况是我以前是做那个material science的科研工作的 那么我有 当时申请的时候有30多篇文章 大概有700多次引用 然后也做过一些审稿 提供了一些推荐信 当时申请就顺利获得批准 我的申请是当时蔡律师为我准备的 嗯 对谢谢 我们律所呢 也还有其他的同事们 都是通过EBYA结出人才 或者通过其他类型 包括职业移民 包括金属移民 取得绿卡的 所以呢 我们律所的工作人员在这方面 有亲身经历 有丰富的经验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这回介绍的案例是从中国直接办理美国绿卡 取得批准的这样一位中医的专业人士 那么此前呢 我们还有一些客户 中西医结合的 也有在中国的其他的医院医学院工作的 当然也有在大学里面 比如做的是生物科学 生物医学 对吧 等等啊 这些方面的研究的 大家知道呢 因为各种原因啊 包括经济啊 就业啊 子女教育啊 等等原因 还是很多人呢 有兴趣办理美国绿卡 但是呢 有的人有各种顾虑排期问题啊 我自己是否符合要求啊 要多少费用啊 怎样收集材料啊 会不会有其他预想不到的障碍啊 那我过去在中国体制内的身份啊 或者说我的这个学历啊 我的文章都是中文的 会不会有限制啊 我做的这个领域是否符合要求啊 那我们这个案例呢 解答了大家的一些这样的问题 像前面讲到的呢 我们过后新为民律师事务所 我们还会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案例分析 大家有这方面的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谢谢